还有把人家丢到锅子里面煮的话 好莱坞可以理解日本文化这一块 所以他就免费的帮他们做顾问 欢迎来到我发发眼睛师 大家好我是John 我是Sherry 我们又合体了 合体 耶 耶 你可以讲出三个在好莱坞常出现的亚洲演员吗 亚洲演员吗 对对对你会讲到谁 杨子琼 嗯 Aquafina 嗯 成龙算吗 哈哈 算成龙也算 他在好莱坞超红 对啊 目前你马上问我的话 我可以想到就是这三个 可是你知道 其实在好莱坞票房最高的亚洲演员是一个日本人哦 日本人 对对对 票房最高的话 该不会是被鹰眼杀掉的那个 没错就是他 甄田广之 他算是最高的亚洲演员之一啦 他出现在很多的电影里面 你知道他的总票房 嗯 有到达54亿 这么多哦 对啊 就是他出现的电影所有人全部夹在一起 54亿 很强耶 所以你今天是要讲他的故事 对 没错 在好莱坞里面 如果你一想到日本人 九成一定会看到的就是真天皇子 那我会想要讲他呢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最近我看到的一部新的历史印记作品 叫做幕府将军 那里面饰演德川家康的角色就是真天广之 男主角 男主角是他 对所以今天会想要提到他的原因是因为我看到这个 然后我就想说他怎么会出现在这么多好莱坞的作品里面 对耶 对 他就是各种小客串也有 没错 所以我就做了一些研究想要跟大家分享 这个影节画像日本的权力游戏 真的假的啊 对 所以 他会里面会有 这样 都有都有 但是是假的 对对对对 他是男主角他也会做那些事 他好像没有 目前没看到又是看了两集 日版的权力游戏 这称号也太厉害了 对吧 那他是在演什么的啊 简单介绍一下 这个作品呢是一部架空的历史剧 他是改编英国小说家James Clevel 在1975年的畅销小说 《将军将军》 那这个幕府将军呢 其实就是在讲历史上的德川家康 真正历史上的人物哦 但因为小说嘛 所以又跟历史不太一样 就有更多刺激血腥的故事 而且这一次呢 比较特别的就是 曾田广直他亲自当制片 然后也是由他来演出主角德川家康 所以都是他第一次 第一次在好莱坞当制片 第一次主演好莱坞那边制作的影集 这感觉是他人生中就是 蛮重要的一个里程碑 超级重要 所以你可以知道就是 因为是由他来带领 所以就满满的日式风格 哦 那这个影集呢 在2月27号 已经可以在Disney Plus上面看到了 目前为止 烂斑姐上面呢 是17个影评都给了 满分100分 那刚刚有提到 这是他进好莱坞之后 第一次演主角 嗯 但也不能说是第一次演最大规模 因为他其实参加过超级多大片 啊啊啊啊 对啊像是捍卫任务4啊 子弹列车 真人快打 get over here 那虽然说呢 这些大片里面他都是演配角 但如果要说到 好莱坞御用的日本演员的话 嗯 就一定是整天广直 可是为什么都是选他 明明就有很多其他的日本演员 那这就要来到他的故事 好 那我们从他小时候刚出生的时候开始讲 木屏 真人王子在6岁的时候就开始演戏 他当时第一部电影呢 是跟千叶真一一起演 你知道千叶真一是谁吗 我知道啊 他是谁 一个日本人 你没有猜错 千叶真一的名词很恶熟 对好 我要跟你讲他是谁 千叶真一是一个日本非常厉害的武打演员 他有演过很多经典电影 而且还是国际巨星 他有演过 凤云熊霸天下 里面的熊霸就是他 我打铃 好莱坞的话呢 他有演过追杀比尔 还有玩命关头3 东京甩尾 那没有看过这些电影的朋友呢 没有关系 你不知道他本人 可是你一定会认识他的儿子 我知道了 刚刚讲到这个我就想到 他就是真人版索隆的爸爸 没错 哈哈哈 对他就是 心铁曾剑佑的爸爸 那曾剑网之到了初中 就加入了千叶真一创的 JAPAN ACTION CLUB JAC 然后变成了千叶真一的徒弟 跟他学空手道柔道剑道等等 所以我们在电影里面看到的 所有的大透画面 其实都是他亲自上针 哦哦 那在接受PDI访问的时候 他有说过 虽然我已经62岁了 但我不打算在电影中找提升 如果导演或是剧本要求 我希望可以亲自做这些武打戏 一直到最后 他62岁 他现在其实64岁 他根本就是亚洲版阿唐哥 顺面一提 你知道除了武打之外啊 他在高中的时候 还有去学过歌舞技 所以他的动作肢体啊 那些其实都是有被训练过的 哦 所以他动作都很标准 对 也是因为这样 所以他懂很多日本的传统文化 嗯 这很重要记得这一点 那因为他非常扎实的武打底子 跟细腻的演技 曾田广之在进入好莱坞之前 在日本其实已经是一个大咖的演员了 他在日本有主演过很多电影 就是他是主角 他主演的黄昏清兵味 还得到了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提名 那是日本片吗 对那是日本片 哦 那这样为什么还会想要加入好莱坞 他会加入好莱坞呢 是因为当时好莱坞想要拍一个 跟日本武士有关的电影 那曾田广之看了这个剧本以后就非常喜欢 他就飞到洛杉矶那边去试镜 那这部电影呢 就是阿唐哥当年的末代武士 在那部电影里面呢 他其实演的就是一个小配角 那他的戏份没有到那么的多 因为大部分都是阿唐哥 但他那时候愿意 接这部电影的原因非常的伟大 他是想要传递正确的日本文化给好莱坞 所以就算是小配角他也愿意接 曾田广之之前在接受UCLA访问的时候他就说 一开始在末代武士片场的时候 发现好莱坞眼中的日本武士 Samurai就只是战士 但我想要把日本武士的精神正确的传递出去 因为日本武士除了杀人之外 其实也是懂茶道仪式 也会在捷径上跳舞的一群人 所以曾田广之当时拍完他的戏份 然后在电影后制的时候 他就自愿留在LA那边免费的哦 帮忙后制团队去改那些比较不合理的地方 哦 他跟一般演员比较不一样 就是他很愿意就是无常的去帮忙这些 这一块 对因为一般演员通常演完了 就打包行李就走了 尤其是国外就是那种国外的剧情 他就很不得要赶回家 他是愿意留下来 然后真的是想要为了好莱坞 可以理解日本文化这一块 所以他就免费的帮他们做顾问 哇 所以好莱坞现在懂那些日本文化 就是最大的工程就是他 我真的觉得可以这么说 对啊 所以你看那些 就是他有客串过的电影 其实很多部他都会留下来 基本上是帮忙做顾问 难怪好莱坞这么爱用他 难怪他客串这么多大片 之前很红的那个科幻影集 西方极乐园 在第二季的时候也有出现幕府的世界 这个事件呢就是由增田广之来当顾问 除了帮忙无数指导之外 他也有检查戏里面幕府时代的场景啊 摆设啊 服装啊 那些全部都要到位 演员Simon Quarterman 他就有称赞说 增田广之是这部影集的秘密武器 就算今天没有他的戏份 他还是每天都会到片场 要帮忙确定一切都没有问题 然后符合日本的文化 那在《紫带内设》里面他有演出 布莱特匹特也有称赞增田广之 听你这样一讲 我就会觉得说如果我是导演 然后我要拍到跟日本有关的任何东西 我一定会请增田广之来 好那刚刚解释了那么多 你会觉得很可惜 这个人怎么可以一直当配角而已 对啊 所以这一次呢 他终于当了主角 而且是在一部他自己也是制片的影集里面 就是幕府将军 幕府 我看了前两集跟一些后面的片段 真的非常推荐 超难得可以看到这种规模的日本历史影集 他不管是场景设计啊 画面配乐 全部都是满满的幕府感 那印象比较深刻的地方就是 每一个场景他都是用电影规格在拍 可以感受到FX花了超多钱在这上面 哦你知道在幕后花絮有说 这是第一次在日本以外的地方 拍这么大规模的日本影集 林妍啊旁边的动作演员知道那些全部都是日本 空运过去 虽然他的背景是在说日本的历史 但他不是一个真的那种历史 历史故事 所以我们一开始才会说 会跟权力游戏有点像 因为他们的制作成本都很高 很多大场面 故事中家族也彼此斗争 互耍心机 看前面还不确定 谁是站在谁那边 不知道谁是好人 谁是坏人 那除了战争之外呢 其实也有宗教的部分 那我知道听到宗教 但是你知道吗 当年欧洲在征服全世界的时候 他们是用宗教来区分的 日本刚好被算是一个新的世界 所以他们那时候就是用一个宗教战争 用宗教来征服日本 还有日本是怎么去抵抗这一块 他基本上最后就是把基督教整个赶出去 对超酷 他们就说 我说不要 你意思很好耶 你怎么会知道这件事啊 因为我看了很多漫画 除了这个大规模的纠纷之外 里面的男男女女也非常混乱 关系很乱就对 关系非常乱 除了这个之外呢 血腥的部分 真的超级血腥 真的哦 真的超级血腥 他们还有把人家丢到锅子里面煮的话 真的假的 我想到你那时候不是在看第一集的时候 吓到 吓到啊 然后他就在他的位置上 他就这样子 我说干嘛怎么发生什么事情 然后我就过去看 全部人都被吓到 总结 虽然故事的背景是日本的历史 但有美剧的紧凑跟刺激感 同时保留了日剧的文化深度 所以平常有在看美剧的朋友呢 应该也会喜欢这部影集 那幕府将军呢 他的故事发生在日本1600年战国时代末期 那日本当年呢 直接跟现在一样了 就是他们有个天皇 但真正在做事的是下面的几个人 那为了争这个权力就发生了战国时代 最后呢就有一位叫做封城秀吉的人 当上的最大的掌权人 管理了几年之后 那他就过世了 他过世之后呢 他决定要把权力分给五个家族 那其中一位就是德川家康 五个家族你也知道就是人嘛 所以他们就会互相斗 因为他们就还是要有一个家族当最大的那一个 所以这个故事其实就是在演那一段 哦 难怪你刚才会说有个就是家族之间的斗争 对对对 其实就是这五个家族他们想要争权力 想要变成最大的那一个 那最后呢德川家刚赢了嘛 他就征服了日本 天皇封他为 正义大将军就是修宫 将军就是修宫 由他开启了江户时代 哦 所以我们那时候看什么江户时代的影集啊 江户时代的故事啊 都是德川家康之后 哦 江户川柯南 那影集里面那些角色也是真的有真实的那些人物吗 你这样说有也是没有 因为他的小说改编 所以名字其实都换了 哦哦 对 但他在影射的就是这些人 像是甄田广之饰演的 吉锦胡勇将军 他的原型就是德川家康 那在影集里面呢 真的有一个白人出现 那他是在历史上面真的有出现的白人 就德川家康的外交顾问 他是当时的英国人 那去帮助德川家康 I thought too long too hard to get here 他的名字叫做John Blackthorn 原型就是英国航海家William Adams 真正的历史是当年William Adams漂流到了日本 被德川家康聘请当外交顾问 成为了第一个英国出身的日本武士 被赐名为三浦暗征 那William Adams这个人呢 其实很酷 因为他是历史上的真的人嘛 然后2017年的时候有一款游戏 人王是以他为主角来改变的 这么大咖吗 对 一个白人武士 然后变成了游戏 哦 所以他这个角色在影集里面算很重要的角色 很重要的角色 他算是男主角之一 影集里面的女主角 五天橘子 他的原型在历史上的名字叫做西川加罗车 是日本古代三大美女之一 除了这三个重要角色之外呢 其他还有像是石塘 他的原型原物是石田三成 他是当时德川家康最大的敌人 也是最想要争取最高权力的人 所以他是誓言反派吗 他就是历史上的反派 输了就是反派 赢了他就是英雄 好 大家要知道这个历史都是赢的人写的 那刚刚我们提到几个历史人物 其实都是由超强的卡斯来饰演 当然除了针点广直之外呢 刚刚说到英国水手 John Blackthorn 他是由玉血黑帮的男星 Cosmo Jarvis来饰演 他是英国的演员兼歌手哦 那因为他是演一个在日本的外国人嘛 然后又跟女主角有点那种暧昧的感觉 所以他在影集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他演出那种感情的酒隔 这个就不爆雷了 那另外呢 橘子夫人是由泽景信奈来饰演 他是落魄贵族的最后一个成员 同时也是那位英国水手的翻译 我先生问你什么 在剧中他展现了女性的智慧 不仅稳重又懂得应对进退 很多画面都是不开口 用眼神穿递不同的讯息 看了就很过瘾 演技满分 看两集就会被女主角深深的给吸引住 超期待他后面的剧情发展 因为其实他的家庭背景还是一个谜 你知道吗 他之前有演过君主计划 对他这里面那个女主 也是算女主之一 哦是哦是他哦 好除此之外 还有很多我们熟悉的日本演员 像是前野忠信 二阶堂赴媒 平乐大 特别是前野忠信 他过去跟真田广之友一起出演过 浪人47 真人快打 他在真人快打里面是演雷电这个角色 前野忠信在里面饰演 集锦将军一敌一友的 肩木守从 所以他跟真田广之友很多的对手戏 顺便一提如果不知道雷电滋滋的话 索尔看过吗 嗯 对他在里面就演那个亚洲人 就是那个什么后刚啊 对后刚 那为了要完整呈现幕府时代 和维持故事的真实性 真田广之就特别邀请了 日本团队一起制作影机 另外团队还特别邀请了三位老师 来指导演员们幕府时代的礼仪知识 还有说话方式 全部都要重新认识 所以女生要小碎步这样吗 对对对 而且他们很酷 因为女生他们是说虽然当时的女生可能 大家都以为是家庭主妇是什么 可是当时德川家康的那边 他们有特别去训练女生变成战士 哦 对他们会武术那些的 就全部在那个大阪的古堡里面 是哦 对发生了这些事情超酷 我的第一个问题是 女生是真的在战斗吗 而且是他们在战斗 他们会练习 女生会把她的腿都关掉 甚至在战斗 场景方面也非常用心 据说光是在拍第一集还有第二集 制作团队就花了超过三个月的时间 来打造场景 制作规模完全不输电影 剧本还有台词方面非常讲究 因为原本他的剧本是按照小说嘛 所以其实英文编写 剧组就邀请好几位日本作家 还有美国华人作家 来研究跟翻译这个剧本 一方面是希望可以保持台词 还有说话的模式 都跟当时幕府时代的人 说话方式是一样的 另一边也要确保 现代的观众可以听得懂 那个时代的说话方式 所以英文 还有日文的字幕翻译也必须到位 最后呢 团队花了整整的一年的时间 终于把剧本还有字幕搞定 所以你可以想象 他们到底有多用心在制作这个影集 我自己是觉得针田王子太强 对啊 他整个把日本文化带到了美国 那幕府将军呢 现在已经在DZ Plus上面上架了 影集一共有10集 目前已经出了第一集到第二集 接下来每一周都会播出一集 所以看过的朋友 欢迎在下面留言跟我们讨论 还没有看的朋友 真心推荐大家去看 针田王子真心推荐 哈 But here we are 我看他的幕后花絮那些 真的非常感动 就是非常特别 他们会花这么大的行李 还有这么大的资金 去拍出这种影集 嗯 重点是 针田王子真的太令人佩服了 非常尊敬的一个人 所以他的作品我基本上都会支持 因为我后来看他们很多访问 然后他在讲一些东西 他其实真的就是想要让大家知道 嗯 然后想要让大家认识日本文化 在美国有一个很高级的日式餐厅 在美国很高级的一个老头 针田王子跑去找他 很感人 因为那个老头就是说 他是想要透过食物宣传日本文化 嗯 然后他们真的做到 因为日本的食物在美国很红 最高级的是他们嘛 所以他就会训练啊 然后干嘛干嘛 他就说我也是慢慢来 然后现在有60家餐厅 然后十几家旅馆 哇 嗯 想要让大家知道 嗯 然后想要让大家认识日本文化 他是日本宣传大使 对啊 就真的超强 这根本就是外交官No.1 可是我以后看到任何电影 然后有出现针田广誌 我就想 他又是针田广誌 又是for free 对 I like the mofo mofo I like the mofo Mofu 好啦那今天影片就到这里 你对于针田广誌 印象最深刻的电影是哪一部分 欢迎留言跟我们一起调乐 喜欢我们爸爸研究室的朋友 记得订阅按赞和分享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 今天广之 拍末代舞 他那时候差点把阿汤哥杀死 蛤 哈哈哈 他们在拍 有一个在骑马的戏的时候 阿汤哥是骑夹马 就是 机械嘛 那机械好像不然故障什么的 然后就用刀 是真刀哦 有没有就差点砍到他脖子 他自己讲 他说 他说他第一步好入电影就参赞 阿汤哥他超害怕 好可怕 难怪 几十年都免费在做事 就叫修骨呢 以前我都以为那叫修干 修干是不是 好辣 修干是台语耶 你要跟人家修干哦 所以不是修干 不行 这不是修干 不一样耶 要剩下 歪掉会变胖 真的假的 对啊 什么意思 你不知道吗 如果真的歪掉 他就会变胖 会变很瘦 是哦 对 真的哦 对 那要讲 不行你这样就会瘦 因为你一开始已经漏手指 这是瘦 要正常很壮的话 就是要一开始是这样 然后不可以歪掉 这很难耶 很难啊 所以他们就会弄出很多次 哦 你知道 台湾有个在陆武将军下面留言就说 诶 在日本广播 为什么每次都演日本人 废话 下次他可以演台湾人 下面就有回复说 希望他下次可以演非洲人 好好笑 好好笑 好可爱哦 好吗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 我看你 已经看了 我们下期再见 有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